和我一起继续黎巴嫩之旅 探寻一座位于地中海海滨的文明古城 走进字母文字的发源故乡 漫步历经数世纪风雨的城堡 去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比布鲁斯坐落在地中海沿岸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 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约40公里 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比布鲁斯作为文化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公元前3000年 比布鲁斯成为地中海东岸木材贸易最重要的港口 公元前2800年 比布鲁斯的黄金时代来临 迦南人在此建都 在城市四周修筑了防御城墙 并新建了城市的排水系统 比布鲁斯成为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平院 两大文明交汇点与漫舞中心 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当年 他希腊和埃及人之间的大宗植草贸易 埃及的植草通过比布鲁斯运到希腊 而希腊语中的比布鲁斯又与植草同音 古代埃及人是比布鲁斯为上帝的海岸 比布鲁斯的记忆连接着黎巴嫩的整条海岸线 公元前332年 亚历山大大帝来到此地 开始了其希腊化统治 亚历山大大帝与埃及法老之间的战争 曾给这里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当时大量密集的建筑覆盖了比布鲁斯地区 如今的比布鲁斯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建筑 而它也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俯瞰着整片地中海的海滨 凝视着世间的沧桑变化 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贝鲁特国家博物馆 了解从1979年黎巴嫩内战幸存下来的文物归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